黑人亮出腰间的手枪 要眼前的胖子赶紧滚蛋 看着胖子匆忙离开 黑人本以为对方是怕了自己 然而下一秒 就这样 一群混混被成功吓跑 但站在一旁的发小 却同样已经吓尿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 胖子从小到大都是受人欺负 可现如今却变得如此威猛 面对发小的困惑 胖子也毫无遮掩地表示 自己现在做的就是军火生意 虽然每天都要打打杀杀 可一周赚的钱就有十万美元 听着如此巨大的诱惑 戴维当即就被吸引 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随即就决定跟随胖子 殊不知 两人的这次合作 却彻底改写了美国的军火生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胖子就对戴维进行了一番集训 不管是对各种枪支的介绍 还是武器的订单抢购 胖子都毫无保留为他讲解 而更让人兴奋的是 凭借戴维的不断努力 没成想 伊拉克的军官竟意外联系到他 并且还表示需要五万把手枪 听见这个情况 两人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立刻就安排订单 以为交易一定能够完成 可没成想 他们武器才刚刚发火 就不幸被约旦的海关扣了下来 得到这个情况 两人已经焦急万分 但更绝望的是 此时伊拉克的军官 竟也知道了武器出了问题 听着军官的训话 胖子已经欲哭无泪 于是为了保住这笔订单 两人第二天便急忙赶往约旦 并迅速找到当地的黑老大 希望可以解决此事 但没成想 黑老大表面答应 可被地里却阴了一手 看着武器被送到他们面前 戴维当场懵逼 没办法 眼看是这个情况 两人也只好开车前往 本以为有着本地司机的带路 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怎料 就当他们在加油站休息时 一群恐怖分子 却在他们身后快速追来 看到如此情形 两人急忙启动汽车逃跑 但一脚油门下去 没想到油箱居然已经见底 情况紧急 司机急忙就打开油箱盖 手忙脚乱的就往里面倒油 但即使这样 恐怖分子还是马上就要追到 伴随子弹一发发的射击 三人慌乱的大叫 似乎小命就要丢在这里 可就在这时 恐怖分子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是前方的美军及时赶到 几人也因此逃过一几 随后 在美军的保护下 他们成功将武器带到战区 而将军在看到武器被送达后 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为了感谢两人 将军当即给他们复完为苦 并且还答应他们会长期合作 于是通过这笔订单 两人在业内的名声大噪 生意也是越做越大 似乎从这天开始 哪里发生战争 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而更兴奋的是 没过多久 伊拉克的军官就再次找到他们 而这一次的订单 居然是高达一发的AK子弹 看着如此巨大的数额 两人瞬间就像打了鸡血 为了能抢下项目 他们立刻找寻各种关系 很快就在另一个军火贩的手中 以一颗子弹10美分的价格 转卖给了他们整整1.5亿发的子弹 看着一仓库的武器 胖子知道 自己一定是要发了 于是他拿着AK就不断补射 似乎嚣张两个字 已经写在了他的脑门 可殊不知 这个看似稳赚的生意里 却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而戴维和胖子 也因为这笔巨大的阴谈 差点丢掉自己的性命 男人突然惊恐地发现 自己刚订购的一一发子弹 居然全是被禁售的中国生产 男人瞬间吓尿 因为一旦被国防部检查出来 那么他就真完蛋了 情况不容客观 戴维急忙联系供货方 要求尽快进行换货 可好不容易卖出去的武器 对方又怎会退回 男人已经彻底崩溃 但好在关键时刻 他的合作伙伴胖子 却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只见一批包装工人 很快将一发发的子弹拆箱撑中 然后再装进塑料袋重新包装 就这样经过一番操作 原本是禁止销售的子弹 现在却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而他们的这笔订单 也很快就送往了伊拉克的战区 一切也似乎进展顺利 但殊不知 一个意外马上就要来临 就在这天 胖子突然联系到戴维 表示现在子弹已经有了买家 于是便想将之前的供货方 踢出生意 因为对方不仅坑了他们 而且还赚取了巨额的差价 听着戴维不断地伺候 胖子只好暂时同意 然而他的心影 却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很快到了晚上 戴维就被一群黑衣人突然抓走 而对方二话不说 直接就将他暴打一顿 戴维吓得不断哭喊 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现在明白吗 是的 你真的觉得你能够脱我自己的交易 此时 戴维已经完全吓尿 他匆忙地处理完订单后 第一时间就回国找到胖子 并表示自己要金盆洗手 可万万没想到 胖子却根本不想给钱 甚至还将戴维骂了一顿 眼看是这个情况 戴维当即就要起诉 然而 当他在办公室一番番找后 却发现两人之前签署的合同 现在尽早就消失不见 就这样 两人的关系彻底决裂 而戴维也决定鱼死网破 要向联邦局坦白自首 胖子瞬间紧张害怕 他立刻追上电梯 声味俱下的就向着戴维道歉 并且还说一切都是玩笑 看着胖子恶心的模样 戴维已经无法忍受 他一拳打向胖子的鼻梁 而电梯的大门也刚好打开 没成想 联邦局的人尽早就等在这里 原来他们最开始联系的包装公司 胖子竟然立以熏心 迟迟都没有向对方付款 而老板一气之下 便将两人的生意直接举报 最终胖子因情节严重 被判刑四年 而戴维由于有自首的行动 则被判刑七个月 电影看似扯淡 但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这次看完